第六届新州企业开模将评审工作顺利完成 获得奖项的企业将会在八月尾接获书面通知 评审们普遍认为本届参赛者的整体表现良好 尤其是近几年在大环境的改变之下 不同领域的本地企业能够在逆流当中成长 也是个难得的现象 这七年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还有很多成功的新的企业 能够出来 假如他们其实我是可以看到是赚钱的 那么是代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在PICOM我们有自己做我们的study 我觉得ICT都在成长 尤其在service那方面 我看了有几点都是service-oriented都不错 你知道那个租金不是这样容易卖的 所以你要知道市场非常好 要得到价格的正确 要得到价格的位置 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市场的方式 要得到价格的表演 看到他们的照片 要得到很漂亮 除了业务成绩 所以许多人性化的元素 像是企业的历史 背景故事 与社会角色等 也占了评审标准中的大部分 我觉得我们成功的企业 能赚钱也要给社会 所以CSI也是我们一个 蛮注重的一个范围 Qualitative也很重要 非树木的那些方面 我要看的也是这一些 比如说他们的信念 对社会的一种效应 一路走来的一步一脚印的那种阐述 这一些我觉得说都是一家好的公司 它应该会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虽然整体评价颇高 但中小型企业 就应该要利用这方面 以便能够把自己的营运成本 还有把这个生产成本降低 如果没有科技 我觉得还是用比较成就的方式 这样我想马来西亚这个企业 就很难跟区域的拼比 很多企业都告诉我 他们下来所看的目标 就是走出去 就是不是在做专注在马来西亚市场 尽量走进东门 包括一些年轻的国家 或者到国外去发展 只要出口他们的产品 谢谢